要问哪个省份是CB人才输出第一大省 球迷朋友们凭直觉一定回答是辽宁省 确实 当前辽宁籍球员45人 是CB运动员注册第一朵 但是接下来就不一定了 随着U19世青赛的小伙子们逐渐进入联盟 人员上的篮球第一大省可就变成了山东了 毕竟现在山东现役CB球员可是有44人之多 看看去年世青赛上的小伙子 杨汉森 赵卫伦 内外双子星 万孟林 马明昆 屈笑语 谢力雍伟 都是山东人妥妥占了一半 这样下去 以后几年CB球员的数量山东就要笑傲全国了 为什么 首先篮球是高克制运动 除了鲁菜和自博小烧烤 大家对山东的了解可能不多 浩克山东的印象深入人心 然而当你搜索全国平均身高最高的省份 那答案还真是山东省 无论男女 山东都是雄剧帮手 毕竟在这个连冲场到两米以下都不好意思见人的省份 浩克山东之名才是最契合的 山东野球场想打内线有个门槛 两米以下免弹 就是这样的身体素质造就了篮球人员的高质量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 山东的篮球人口 基数大 基层体校篮球班全国最多 青岛国信和山东队都在和山东省内高校合作 下方培训和教练培训 是体校发掘初中苗子 篮球机构训练幼年和少年阶段 这样的梯队建设和篮球氛围 除了比赛量 几乎能够媲美欧洲 更重要的是 青岛一个地方 一年就培训了几百个青岛教练 有了专业的教练 自然能从小带出高水平的苗子 这样的梯队建设 未来山东的篮球人才怎能不紧喷 近20年 山东是国内体育进步最大的省份 山东从一个奥运冠军都没有 到现在仅次于辽宁江苏 与湖北广东并列第三的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 知名度的打响 还在持续向好 咱们目前篮球人才就需要这样的大基数 多踢队 不及公进力的发展 想想这样的模式 如果在全国推广 那么我们还会感慨 没有下一个大摇 没有未来的书豪吗